你们做好准备在路上偶遇我了吗 订阅旁边有一个小铃铛 记得帮档当一定要点开 这样我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 谢谢大家支持原创 我是档当 YouTube唯一账号 超级多人 卖完直击 要跟爸妈说再见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档当 我是在飞机上的档当 很特别的开场吧 我现在已经登机了 我要跟你们说 晚了一步 本来想要跟你们讲一下 如果有机会坐到厦门航空 或者说我自己刚刚不知道 没有做功课 那个位置超级好 那个位置就是你买了经济舱 但是你等于坐到了豪进舱 我上图吧 因为我刚偷偷拍了一张照片 所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坐飞机的时候 都喜欢坐走道 还是靠窗 执机的时候一定会有人问你嘛 然后我是每次都选靠走道 我是那种多动症分子 就是腿要一直断来断去的那种 等到落地厦门了 然后没这么走过 所以我不知道转机要怎么弄 我先找到这个转机服务柜台在这里 我去问一下 我要转机去台北 从外面马上里面 好谢谢 这个厦门机场我也是只来过一次还是两次吧 有点晕 我先按它的说找一找吧 找到了换了去台北的机票 可能才能安心一点 应该不是这里 因为我还没有拿到机票 哦 现在还是要填那个中国海关嘛 那个都已经 我以为疫情已经没有了 结果还是要填就是有没有什么什么状况啊 什么的 但是填完以后就是生成一个QR Code 然后进来扫了一下 我现在进来了 还没有打机票 超多人 哦原来在这里 旁边是正常直击的 然后会有两个中转的 怎么这么热呀 拿到了 我们知道吗 就是反正旅途中都感觉 没有到很确定的内部的时候 你总是觉得充满了很多 偶然事件什么的 而且拿到了好安心啊 但是还要去过海关 哦 这里就是过海关了 现在电梯上来了 过海关 我走的时候 我妈妈让我就是有什么动态 就及时跟她说 你们猜李老师现在干啥呢 没走人家跑去烫头去了 哎呀 可以可以 行了 她把自己安排好 我也就不操心了 然后现在后面已经开始排队啦 哎呀 那个你知道吗 那个登基板上写的松山 你们懂我的心情吗 太搞笑了 今天大部分的画面好像都是在飞机上面 现在再登机 充满已经坐在座位上啦 我刚刚要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坐下来等大家都上飞机嘛 然后我就再回你们的留言 你们知道吗 有很多宝宝就是会问我 哎 充满你不回台湾了吗 然后平时看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 没有定我要回来 我不是回来很突然吗 然后我这会在这看的时候 我就一直投降 就是又不想给你们提前说 就是看到你们留言 说充满不回台湾了吗 然后我就笑一下 然后我刚刚有一个粉丝 我就回我说 你猜我是不是太坏了 三 二 一 哇 松山很 我只有从金门回来过到松山 没有从大陆回来落地进那个松山过 从来没有 它倒好美啊 本来没有想要边走边拍的 但是无奈这个东光贼好呢 你看 哎 你们一定不知道 我就不问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一定不知道 当当这一次回来的心情 因为我这个是 哎 不好说 就是很多事情 然后回去不是处理事情吗 然后大家一直问我 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一看我不就突然回来了吗 但是我是没有想到 我自己是现在回来的 这条道怎么这么远呀 我还想快点出去 我进来了 家人们 欢迎我 快点 欢迎我 快 字幕打起来 欢迎档档 我又看到米格鲁了 拍给你们看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我这次回来是我来回来这么多次里面最严的一次 就是一直提醒一直提醒一直提醒 然后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前几天应该是那个就是有人被罚了 我记得是带肉粽回来吧 好像 那次就因为中秋节嘛 就会一直提醒大家 鸡的一定要检查你的月饼 比如说你可以从那边走的时候 然后家里人就说哎 带个月饼路上吃什么的 然后就给忘了 我是没看那则新闻的后续啦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忘记了 就是忘了自己是兜里头还有那个东西 应该不肯定不是故意的 所以这次就一直提醒一直提醒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我就思考了半天 我想说我可千万不能忘了 好像要罚很多钱那种 哇人好多叫车叫车 这也太热了吧家人们 我是在西安可能这次待了有点久 回来以后好吧 这真的是台湾温度超级潮湿 那个站了着 我感觉我的汗是往外在冒的 我其实想分享的很多 我怕我回去就忘了 我现在又想说一个 就是我在这里等计程车嘛 然后因为排的人很多 但是进来的计程车不会到一下来很多 我会等 等我就在观察 这些计程车刺激真的是 停好车以后是小跑下来的 小跑下来接旅客的行李的 赞 而且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贝贝之类的 嗨家人们 熟不熟悉 这朵太阳花 手不熟悉啊 但早上今天还穿了个小花的 我在家了 day two day two 已经睡了一觉起来了 然后今天下午大概是 哎我想讲 七点五十左右的样子吧 到家楼下的 回来以后就跟你们说 我行李 还有我随身带的包 我动都没有动 就一下连碰都没有碰 我就开始收拾家里 从八点收拾到凌晨一点 十分的样子吧 一点半睡的 整整收拾了那么多个小时 就擦擦洗洗洗 涮涮涮 整理整理 然后丢一丢 反而就是把这个家又弄了 漂亮亮亮 有点浑然一新的感觉 终于收拾 舒服了 想说也给老公一个 新的一些感觉吧 因为他出差了 然后我想说等他回来的时候 会觉得家里好舒服啊 待着 那昨天因为一天都在路上嘛 所以就觉得自己的分散 有点比较凌乱碎片似的 今天也很久没有在这个 其实这个是我的床啦 但是有这个背景 大家一定认得 跟大家聊聊天 说说话 想给我们的 我的家人们一个汇报 一个交代 哈喽台湾的家人们 我回来了 我真的是回来了 为什么挡挡 这次感觉 哎你怎么这么激动 因为我其实说真的 从就是嫁来台湾 这六七年吧 我没有一次回去 超过三个月的 哦不对 没有一次回去 超过一个月的 对 大部分都是那种 两个礼拜 我就回来了 所以这次我算了一下 不止三个月 三个半 快四个月了 实属没有过 一开久了 你就会觉得 那个时间会拉长 就那三个月 有点像 一年之久吧 我说的保守一点 其实我心里会觉得 更久 有点像三年 不过现在终于回来了 你们做好准备 在路上偶遇我了吗 我要做一下准备 因为感觉很久 没有跟粉丝偶遇了 然后我昨天还在想 在机场会不会有啊 有一种那种 假装自己是女明星的感觉 你们知道 我真的有想 结果没有遇到 嗯 有点尴尬 之后在路上 如果吃饭呀什么的 你们又看到我 记得跟我打招呼啊 嗯 我想说的就是 打招呼其实从来没有聊过 我台湾跟大陆的一个对比 因为我是不觉得 嗯 就是分享日常 分享快乐就好了 但是我今天想要对比的 并不是说 什么哪好哪不好 我觉得那个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的感受是最好的 而且我觉得 嗯 我们平时要去 多注意好的地方 就是多注意发现美好 不要去把那些 总是不好的东西 记在心里面 所以我才会觉得 分享快乐 有这么重要 那昨天因为刚好 就我人是从大陆 位移过来 空间 位移过来 台湾 所以那种就是 嗯 不一样 对我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就像 达达刚刚说 我这次回去比较久嘛 我说几点好了 第一个 在 西安飞 因为厦门的航空 哦对 同样都是厦门航空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的飞机坐的是一样的 机组人员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的那个感受 呃会有一个 就是不一样的对比 就前段跟后段 那我再从西安 到厦门的飞机上 我会觉得 说话的人比较多 其实我就说了 我不比比比较好跟坏 就是可能大陆的人 比较习惯聊天 就是他们在做 一些交通工具的时候 就会喜欢跟家人朋友 坐在一起 所以昨天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不是刚好 大陆是中秋跟 十一连在一起 下放八天 这是一个很大的假 所以 呃平时可能不会出门的 这个时候都会出门 啊台湾真的好热 我竟然说话好热 说是出了一脖子汗 这个头发现在都湿了 然后呢 飞机上其实大部分 都是在聊天的人 就是一直都会有 说话的声音 但是在做后半段 就是厦门到台北的 那个飞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上飞机 一个人都没有人说话 真的我发誓 一个人都没有人说话 就之前我可能 没有去太感受 因为在大陆 毕竟待了三四个月嘛 你的状态 你的模式可能 又切换回那个模式了 你也不觉得 就是坐车的时候 什么一直有人说话 就是在台湾一直 带着你回去 可能会觉得 哎好多人说话 但是你在那边待久了 你就 第一下是没这个感觉的 所以我反而 在坐后半程的时候 我会突然意识到 哎 这会儿怎么这么安静 这个当然是 我觉得第一个 不太一样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上飞机第二层的时候 很多人就去扭那个飞机上的那个 就是出风的那个出风口 然后这个我其实我当时心里 自己笑了一下 因为这个我觉得只有我能理解 大陆人普遍对于温度的接受度 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台湾人会觉得 一定需要开冷气的时候 大陆人可能觉得吹吹风扇就好了 台湾人可能觉得这个温度 还是有点热 再调低一点 要淘掉那种感觉 有一点冷的感觉 但大陆人就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 就就太冷了 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开冷气 但台湾人会觉得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不比较好坏 就我感觉大陆人对温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就会觉得能扇个扇子 吹就是舒服的时候这种稍微有点热热的感觉是好的 但台湾人就是我们会觉得光这样 我现在坐在这里讲话我都觉得已经很热了 那再一个就是你们 我插一下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说话很激动 然后分享给你们的太多了 下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中间有拍一下可能只有一两秒 就是我想拍的时候他就已经走过去了 就是大陆人坐飞机的时候 或者外出的时候比较喜欢自己带一个杯子 然后接热水盒 但是台湾人就比较喜欢 就有点像日韩的人他们平时日常餐厅里喝水都是冰的 可能台湾人像我婆婆她就是 我之前有分享过 这么多冰的一杯饮料拿在手上一会我就喝没了 但是你像打妈妈 她就是可能夏天的时候都几乎不喝冰的 然后外出的时候就一定要带个杯子装热水盒 这个还是一个小小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一个就是 我把这个其实我是感触最深的 但我放在最后说是因为我觉得我说过太多次了 你们不要觉得习以为常 就我在二乘坐飞机刚上来的时候 我后面一排的人 我坐的我算比较上来比较快了 我就赶紧先坐下来 然后后面有一个姐姐 但我就听到她从那儿开始就过来过来 一路一路说到她坐在座位上 一直在说 不好意思 大陆人其实平时也是会常常说谢谢 不好意思 但是就是没有那种全程说的 昨天就听到那个姐姐一直说一直说 我就挺想笑的 我说这趟飞机没有飞错 肯定是去台湾的 刚好一个位移吧 然后就分享一下党当觉得的一些 小小的一些对比 你们都懂党当的分享 很久没回来了 跟你们奥奥科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虽然要结束了 但是未来的你们懂的 咱们就等着在街上偶遇吧 最近有没有新开一些什么好吃的 或者说是古早味的东西 我还没有去吃过 你们就赶紧留言 这两天我准备去 赶紧把台湾的美食 好好家里赶紧吃回来 然后路上碰到我 在大口碟饭的时候 一定要喊我 没关系 形象不重要 真是最重要 好了 那今天影片就这样了 喜欢党当记得帮我 一定要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拜拜 下期见